大家好,这是深佛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829集的播出 今天带了一个很酷炫的眼镜 好好玩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关岛的浪涛 这一次师尊文集写给大帝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把它恢复正常 海水一蓝天 是共同一舍地 排打在脚炎上 就变成了黑花 看那运气是一幅点燃的图画 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 何时才能 算是真的好牵挂 我懂旅渺 这种事何难去紧抓 也不用去 故事乱想了 从来不知 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他 是他也是神秘 不只是重头 不只是重划 海水一蓝天 是共同一舍地 爱打在脚炎上 就变成了悲哗 看那运气是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 这首歌是 《湾岛的浪潮》 筛自于师尊文集 写给大帝 你还以为进来夜店 何时才能 算是真的好牵挂 我懂日夜 这种事很难去紧抓 也不用去 故事乱想了 从来不知 从来不知 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歌 也是神秘 不只是中斗 不只是东方 海水一蓝天 是共同一舍地 海大在脚炎上 就变成了悲哗 看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 如此的飘渺 哇 这首歌很轻快的 《关岛的浪潮》 这个以前曾经跟师尊去美国关岛哦 那我们现在来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 再重新听这首歌 再重新听几次 如果你想知道歌词在每次的贴文都有贴出来 歌词哦 海水一蓝天 是共同一舍地 海大在脚炎上 就变成了悲哗 过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 如此的飘渺 何时才能 算是真的毫无牵挂 过冬日月 这种事很难去尽章 也不用去 不是蓝香的 从来不是 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歌也是声音 不知是中斗 不知是中光 海水一蓝天 是共同一舍地 海大在脚炎上 就变成了废话 看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 如此的缥缈 现在在做 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 读书会直播分享 何时才能 进规模 希望一下 在这一集 中心事总是 很难去尽章 你不勇气 不是蓝香的 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歌也是声音 不只是种斗 不只是种刮 海水一蓝天是共同一色地 海大的脚烟上就变成了废话 看那阴间是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如此的缥缈 大家回味一下上师心咒 师尊讲无论何时何地 当你念上师心咒 师尊他就在你意念的时候来了 我愿意念上师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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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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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想到时尊在台湾雷上次给大家磨顶的情况 每次都放这首歌我们祝愿时尊 中文字幕提供 联升心意 大家好 这里是针伯天空新闻台 延伸火葩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829集的播出 看看现场的哪些同盟上来了 哇 庄明 想念师尊 对不对 干风力 还有 狗莉莉 哇一起上来 钟明荣 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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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筋 Lisa Jane 曾玉婷 还有这个 莲花玉玫 Yomelai 翔同学 Joelle Lo 盛明达 Oceanio Erin Sam 彩娟 敦汉 Welan Go 还有 李金淑 黄玉珍 Emy Young Melodist 宫科 Lisa Link 器珍 然后 丹丹丑 郑雅 曾盛明达 丹迪戴 祭珍的功课 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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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i Ma 功课 Moon Lee 郑雅珍 丹麦 林秀 Een Henry Char Muy Muy Dian Juan 好 还有 Melodist Henry Char 富士景 张妙柔 月 音 朱姬 朱姬月 陈玲玲 好 谢谢大家 哇 张妙柔 感谢十尊了 对不对 大叔叔 曾经发 祭真 好多人一直报道哦 这首歌呢 就是 很久没有听到的 对不对 想念师尊 同时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本的留言了 Melodist说 感恩根本上师的教会才能够走到学佛正确的道路 对我们沿路上的修行都有师尊一直在加持提点我们的 对 好 好 好 这样子 差一点时间看错 9点半没错 9点半开始没错 好 则不能相应修行一下有处理心 化空跟师尊合一 D B N G 上师 出家修行出众生 修行生活秘法真不可思议 谢谢啊 每年师姐讲 师尊开示 密教行者修行为第一种重要 生命健康为第二种要 因为佛法能够断除烦恼 离遥脱身子 净化心灵 脱离轮回 积身成佛 密教最重要的就是 处理心 不理心 圣见 佛会 并转世成智 大家一起加油 好 今天的音乐先把它关掉了 我们要正式进入这个祖师会了 我们先 生活天空新闻台 新闻报告时间 疫情再次的攻城倒数 疫情有退吗 所以专家一直在强调 有阵子疫情稍微比较减缓了 大家都出来了 还是没有戴口罩 还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结果变成欧洲又开始回来了 卷土重来 疫情再度的封锁 封城要倒数计时了 那英国人呢 有没有配合呢 哇 他们骂说肺炎是大骗局 为什么要讲这个肺炎大骗局 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有人在鼓动 这个是一个很调诡 很奇怪的事情 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 各国确诊开始人数激增了 土耳其医生累到崩溃 上街炮轰 政府防疫能力不当 长时间下来封锁疲劳 让法国人情绪开始反弹 现在讲的是世界各国的 英国最快下个礼拜 开始分阶段 封城 政府呢 要用这个铁碗的措施 让民众情绪崩溃的上街抗议 说新冠肺炎是一个大骗局 伦敦观光圣地 拉法加广场超过有上千名的示威者 大声怒吼 民众高举手上标语 其实他们怒吼完 你去看回去又增加几个确诊 奇怪啊 这个是不是那个电视新闻 要多加于广告跟开导 让民众知道 这个重新冠肺炎到底有多痛苦 一直要播放网络上 不然的话他们以为这是骗局 那他们呢 抗议民众的高举标语 手上标语这个痛批 这个是个骗局 英国疫情升温很快 最快下个礼拜 就要开始分阶段 14天封城令 所以你说全球疫情要怎么减 虽然我们亚洲的 像我们自己去卖厂买东西 我们都会自己戴口罩 然后会保持社交距离 对不对 那有些国家 他这个意识比较强 他会去民众会自我控制 可是有些人 他认为这是骗局 不配合不合作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想法 不合群不合作那怎么办呢 所以英国又要14天的封城令 再加上不满政府要求注射疫苗 这个注射疫苗是很好的保护健康 为什么不满政府 要求强制注射疫苗吗 一根疫苗有多贵吗 民众呢对着警察们喷垃圾话 就是骂这个骂警察 然后呢 这个示威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那个计程车司机讲 哇 他们又让这个城市实施宵禁 这样子要把大家大会 疫情的起点 英国东北部 晚间10点之后就开始宵禁了 然后西北各地政府防疫更严格 下个礼拜二开始禁止集会 要求酒吧餐厅暂时卸业 有民众聚双手赞成 那当地民众讲 我反而觉得 这个隔天就要赶快颁发禁令 不要给人民有更多的机会 让疫情变得更糟糕 所以变成说居民 有的赞产 有的反对防疫 大家都不配合 那怎么办呢 不止英国第二波疫情卷土重来 法国呢 也不乐观了 哇 礼拜五又刷新疫情以来的 单日新高 只是几个月防疫初始下来 还有西班牙马德里的疫情重灾区 华尔莱塔斯封锁疲劳民众情绪 开始出现反弹了 然后呢 这个还有这个酒吧老板讲 我是不知道疫情能不能解决了 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像这样 最终大家都会被迫关机了 大家都没饭吃了 土耳其医生协会 他们会员讲 疫情怪罪人民 把重担放在医疗工作肩膀上 医师们指控土耳其政府管理不当 让医疗人员累坏 这场疫情悲剧看不到终点 医生们已经累到快要崩溃了 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健康新闻 恶心你们骑机车的请举手 有谁骑机车的 安全帽不洗骑机车 骑摩托对不对 安全帽 安全帽有没有洗里面的有没有洗 对不对 没有洗的话呢 是比马桶还要脏 还要脏一百倍 恐怕会长痘痘 又会引起秃头 除非你想要变成贵君上 是这种发型 你很喜欢这种发型 不然的话 安全帽 你们如果骑摩托的话 戴安全帽戴帽子要常常洗 根据调查显示 连续使用三个月的安全帽 细菌的含量 是一般家用马桶的一百倍 肮脏程度可想而知 若是使用超过三个月 就等于顶着家里的马桶 在路上走一样 体肤科医生 他解释安全帽上 残留的那些油脂 那些汗水都是细菌 滋生温菌 那个滋生细菌的温肠 提供养分 接触在你的皮肤表面 又是汗水 又是很脏 又接触你的皮肤 多余的油脂会阻塞你的毛孔 还会引发细菌 引起的皮肤发炎 长痘痘 本次长时间下来 也有可能会变成掉头发的问题 所以每次戴完安全帽 总是头油脸湿的 像那个夏天很热 很会流汗的 虽然用纸巾擦拭汗水跟油脂 可是要将帽子晾在这个一边 却忽略了帽子内部 也会滋生细菌的问题 所以专家建议 这个戴安全帽 在里面在一层秤电的 那定时拿下来 这个水洗消毒 减少细菌滋生问题 在不使用安全帽的时候 要放在通风的地方 也要给它用干 皮肤有问题 需要问医生 好 下一个也是健康的新闻 有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学生 过去都是健康的孩子 但是他爸爸妈妈 发现他最近变胖了 为什么呢 他的脖子还有这个溢腺 居然有洗不干净的 深咖啡色的纹路 于是带去儿童肠胃 和检重门诊就医 没想到医生断定为 黑色脊皮症 脊就是植物长刺的 荆棘有长刺的叫脊皮 皮肤的皮 黑色的脊皮症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胰岛素阻抗 已经变成了第二型的糖尿病 他的糖化血色素 有达到7.3% 后来经过三个月的治疗 已经6.7%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糖尿病 只有中老年人才有 小学生 现在的人吃得好 吃得好 玩得好 用得好 也会 所以他一个特征 就是他的脖子跟腋下有黑色脊皮的那种深黑色纹路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要注意小朋友的饮食 今天的新闻就报告到这里了 我看看还有谁 上的笑容 罗丽华 还有林玉珍的功课 甘封立奖 想念师尊师母也回味 同大家在法会上热闹温馨的场面 郑敬发说我们都是莲花同志 林玉珍 赖采军 翔同学 我们这个阳光五共团的师姐 DBNG 那个功课 那个阳光五共团 现在都还有在排练吗 邓汉师兄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现在还有木童吗 木童 就是那个放羊 放牛 对不对 那个帮忙人家看牛 看羊的 那个木童 儿童的童 我是木童 这篇文章 在自于孤登下的告白 我们师尊的书上 写到说我是木童 念你一段给大家听 在我的画作之中 有不少是画木童的 用水墨画 画天 画地 画水 在天地之间 在丘陵 有小山 那时尊画了几只小牛 那最后的牛背上呢 做了一个小朋友 木童 他们正在赶着牛群回家 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木童吗 好像 好像现在这个动物都是机械化的 对不对 都是公司 大公司 这个畜牧公司 一起养的 不过台湾有飞牛牧场 有浦星的那个也是养牛的牧场 那个牧场都已经是大家已经公司 把它公司化了 但是呢 师尊写到说木童 那个古代的味道非常的浓厚 我们再看为什么师尊讲木童呢 他就做了一个木童 正在赶着牛群回家 师尊会画画 你们看到师尊的画有画木童吗 师尊为这个画画题名叫做龟木 龟就是 这个不是乌龟的龟 回归 当龟的龟 回家的意思 龟木 正在回家的木童 师尊又有一幅画 画很多虫山 很多的颜色 师尊的山也可以画蓝色的 也会画橘色的 也会 所以山不一定是绿色的 师尊的画画的颜色是非常的多彩多姿 那他画了很多虫的山 山下面 画牛群 很多牛群 朝着山下走 谁是木童呢 师尊讲谁是木童呢 独师尊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金头脑题目 等一下会有金头脑题目 一问 为什么师尊讲 我喜欢当木童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你仔细听哦 好 那这个师尊画了这个画 画了牛有山 然后这个 好像傍晚了 他们要回家了 哇 那个牛上面做了一个木童 要慢慢的回家 师尊讲那个木童是谁呢 就是独师作业 哇 那师尊呢 为这个画提名 我的牛群 要回家了 哇 为什么 讲到这里 你可以想想看 师尊他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他的牛群 要回家了 师尊是不是改行业 以前那个师尊 在闭关的时候 他说他在 这个大西地 对不对 然后要养猪 在那个养猪的地方 拍张照片 对不对 我们弟子呢 怎么回复呢 师尊 我们要变成猪给你养 变成猪给师尊养 其实也是很幸福的 好 那师尊讲说 为什么他画牛 画牛群跟木童 因为呢 师尊讲说 这个画这个木童 来比喻自己 那个师尊在目什么 目放目 我们真佛中弟子 他是在质疑 所以呢 这个木童呢 他看着牛 看着牛吃草 对不对 天亮了把牛放出来吃草 回来了 牛了要记得回家的路 对不对 木童带着牛群 回到老家 这个是木童吗 对不对 哇 所以呢 师尊姐 这比喻自己是一位天地之间的金刚上师 顶天立地 教化 教化众生 我们都知道 教化众生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国王式的 一种是那个船 舟 船 法船 法舟 舟 子 是 一个是牧羊 是 国王式的就是 自己先成佛 然后呢 再来度众生 对不对 以前地藏菩萨本愿基因 这个 讲到 第四品 是不是 讲到 从前有两位国王都在管理这个在用很多的善法 对不对 实善 这个五戒实善来教化众生 可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很怪诞 并不是那么听话 那其中一个国王讲 我愿意发愿成佛 我再来度众生 我先成佛 我再来度众生 这位国王后来就是谁 一切智 智慧的智 一切智 成就如来 另外一个国王 他发愿怎么样 我要把众生度成佛之后 我才愿意成佛 另外这位国王是谁呢 他就是地藏王 不上 对不对 以前你看地藏经 讲到第一品 有位大张哲子 有一位这个德行 很高的人 然后他就是看到了 狮子奋训具足 万行如来 也是看到那个如来 发向非常的庄严 他讲如来 你为什么可以那么庄严呢 这个狮子奋训具足 万行如来讲 不要像我这么庄严的话 就是累劫累世 要广度众生 这个呢 哇 张哲子他就讲我发愿了 要累劫累世 发愿这个度化众生 这位张哲子是谁 地藏王菩萨 这个是牧羊式的 所以呢 第一个是国王式的 他先成就 再度众生 第二个周子式 就是说大家一起成就 他也成就 那众生也成就 这个是同周共济 一起划船 第三个呢 就是牧羊式的 就是这个 众生先成就 先回家 我再回家 像牧羊一样 羊先回家 然后呢 羊走在前面 我走在最后面 这个是牧羊式的 就像地藏王菩萨这样 所以我们师尊的是 他说他属于牧羊式的 他一直在学习 地藏菩萨的精神 耶稣也讲 我是牧羊人 无独有偶 那个穆汉木德 回家的穆汉木德 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牧童 而师尊说 他也是一位牧童 我喜欢众生成就 我最后才成就 如同地藏菩萨的誓愿 所以呢 大家尽量在修行 尽量成就 也可以这个 跟师尊报告 师父不会去吃醋 会嫉妒 不会 师父看到你有成就 非常的高兴耶 所以呢 我们现在读书会直播 就是在精进 对不对 我们意念师尊 波波之歌 还有这个师尊 我看看哪一篇 反正呢 明天会介绍哦 师尊讲 你无论何时何地 你意念师尊 师尊呢 会出现 会给你加持 他随时随地 都出现在你的周围 只要你意念他 会在梦中禅定 也会见到师尊的 哇 这个是我们师尊 作为弟子的一个承诺了 好 接下来 师尊写了一首诗哦 唐朝隐鸾和尚 有牧童师 他讲牧童见人 拒不适 尽着忙携带着力 朝阳未出 众山情 这个路低缩依 游办师 二月三月时 平原草枯绿 三个五个齐迎流 前村后村来放牧 一身才一句 众志 习哥我看看白日向西斜 各自骑牛又归去 哇 看到这个诗呢 我在 我在读的感觉 他讲说这个牧童 牧羊人呢 他不用去跟人家 人前人后 恭维 那个反正你也不认识他 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小小的老百姓 所以呢 大家也不认识他 他就是这样子放羊的 放牛放羊的 穿着这个草的鞋 古代的那种芒鞋 芒草做的鞋 带着斗笠 为什么 这个怕太阳晒 对不对 那走路 也不是穿得很漂亮 很华丽的 穿得土土的 然后大家也不是很认识他的 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山还暗暗的 但是山上有很多草 对不对 这个一大早清早出来 这个草上的露珠都还没有干 它就出来了 湿湿的 大地还有点湿润 它就出来了 那二月三月的时候呢 这个平原草原 这个青草是翠绿的 那这个三五个 三个啊 五个骑那个牛 骑着牛的木桶 然后大家约在一起来放牛 然后呢 他们就木桶 因为也 我觉得也蛮有艺术天分 居然会吹笛子 吹个笛子 然后呢 这个大家在附近的朋友 就是一起来唱歌啊 唱歌 然后看看太阳落下去了 对不对 哇 大家就放牛回家 这个就是这个木桶他们的生活 非常的平淡 不是很华丽的 然后就是过得很大自然 很自由自在的 也可以吹笛子 一点都不照做 都不会很假 很真实的 所以师尊很喜欢这首诗 很写实 描写木桶如一幅画 师尊讲说我也想写木桶的诗 每天清晨 看看天后 看看天气 然后我直接翻译成白话好了 最忧 雨来云又厚 很担心这个雨啊 然后那个云雨 这个下雨啊 云很厚就是要下雨了 对不对 等待春天的太阳 一样 等待的柳叶的长 横笛吹奏 草露露草上有一些露水 那寻山寻水寻水草 带着牛枝去找 看哪个山 哪个地方 可以发放牧 那任时相见 早等候也无事蒙 竟然到日落 带着牛群在放牧 带他们去找山 找水 找有水草的地方 让牛能够去吃草 每天就是这样子做 然后呢 也不知不觉的 哇 已经到班完了 师尊写这个诗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师尊 是不是从年轻到现在 红发四十多年了 一直在放牧 我们这些真佛中弟子啊 每次呢 这个给我们灌顶 给我们磨顶 给我们加持 给我们写书 给我们看 对不对 给我们开示 就是在为我们吃草一样 为我们营养 为我们乏辱 让我们每个人都 非常的茁壮 对不对 哇 所以呢 师尊就讲 我喜欢当牧童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题目 为什么师尊喜欢当牧童 师尊讲 我喜欢当牧童 因为牧童是 不造作的 造是创造的造 作文的作 牧童不造作 是自然的充满着快乐 他不会戴着一个面具 因为他也不需要 遮遮掩掩的 也不要去掩饰 不管高矮胖愁什么 他完全都不用在意别人 他只要做自己 然后呢 在大自然里面 要照顾他的 该照顾的就好了 不造作 这个就是什么 莲花童子 很纯真的精神 对不对 我们刚刚放的上师行咒 所以师尊喜欢牧童的原因 是因为 那个牧童不造作 自然的充满着快乐 行者呢 不造作很重要哦 恰似水不在搅动时 便会自然的透明跟澄清的 这个水 对不对 那个水呢 你给他搅 他就会很浑浊 对不对 我是喝茶叶 放这个茶包 对不对 哇 那个水呢 我是举例的 水呢 你不给他搅的时候 他就是很澄清的 就是讲说 他没有心机 心里面呢 想什么 完全不虚伪 没有执着目的 没有执着要你的好处 没有想要彰显自己的厉害 完全就是自己是什么 就是什么 高兴的时候就笑 不高兴的时候就难过 不用去掩饰什么 不用遮遮掩掩 那对于你呢 就是用最纯然 最纯真的心 所以你也看到 世尊在法座上 哇 笑得哈哈 笑得对 新冠肺炎期间 他也会为着 罹难的众生 也要掉眼泪 他也会 他完全不会 掩饰自己的感情 所以 世尊讲 我喜欢当木头 因为他不照做 不用虚假 不照做 自然的充满快乐 所以世尊讲 我们修行的 也是要像木头一样 有一颗纯洁 很纯然的心 你不能一边 修生活密法 讲话 喜欢碰轰 喜欢吹牛 喜欢到处讲神通 喜欢讲自己厉害 喜欢去炫耀自己 还会骄傲 还会有烦恼 还会有种种的执着 哇 这些呢 那你修生活密法呢 就是背道而驰了 所以世尊讲 行者不照做 是非常的重要 恰似水不在角动的时候 便会自然的透明跟澄清 你自己呢 心中没有这些烦恼 没有这些目的 没有这些虚伪的心机的时候 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心不住于任何造作 就是大手印 后面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居然是修法的口诀 以前师尊要讲做大手印 对不对 观想 你住的地方是宫殿 你的周围的人都是莲花童子 你自己也是本尊 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本尊 你现在的心就是已经在 这个佛国进谷 要常常这样观想 就是大手印 这个是观想的法 那为什么我们念咒经瑜伽 后来为什么改成只有一天 我觉得我们除了念咒修法 可是我更重视师尊开示的心法 因为师尊讲的口诀跟重点 才能够引导你的念咒 对不对 万一你念咒了可是你不懂得明白心法 不懂得口诀 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对 万一骄傲起来了怎么办 烦恼起来了怎么办 狂乱 心理狂乱怎么办 虚伪了怎么办 这些呢都要如何去对峙 如何去面对的 所以呢我们会强调师尊的文集为第一 然后呢你一直在常常在意念师尊的文集跟开示 其实师尊已经跟你在旁边了 那个是最好的披甲护身 师尊的口诀就是最大的福分 师尊讲什么是最大的福分呢 什么 师尊讲只要你依照他讲的去做 就是最大的福田 最大的福分 所以师尊讲你修道不照做 不虚伪 那你就是这个已经在修大手印法了 修大手印 好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开示了 今天师尊的开示 看看同门 哇已经有人在回答问题了 对不对 黄玉珍也在回答瑞卓俊 恰是水不搅动水就非常沉浸 请著作都是莲花童子的宫殿 看众生也是莲花童子 李正国师尊文集如木桶的手上 指引我们这些迷途羔羊 回到极乐家乡的古境 你们要回答问题 不要忘了要写金头脑答题 金头脑三个字一定要 金头脑回答 金头脑答题 我们才会不会当作是一般的留言 我们会把你登记哦 好 安迪峰还有采娟师尊说 电话童子就像儿童一样纯真没有错 虚似非常的纯洁 虚似非常的纯洁 黄尘的功课 张文文发是不是 Janice Jones Gary Namaste 还有Richard June 师尊是牧羊士的度化众生的 还有这个额爱的上师 Gary Namaste 新加坡的许慧玉 还有这个采娟 他们在回答了 Lisa Linn的功课 Juicephine Lucas Wong 吴秀吉 还有这个 徐悦英 谢谢大家 还有医保的配文 所以大家 你们在读书会的时候 你们在回答功课 有没有发现这个重点在哪里呢 对不对 与其思维 昨天回答的听头脑 今天回答的 前天回答的 你是不是印象更深刻了 正帮助你呢 好 我们中间 我们来一起唱 上师新奏 期请真本传承 大家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nn MING MING 阿赫萨萨玛哈叶神奇迪红 红阿红红葫芦 阿赫萨萨玛哈叶神奇迪红 红阿红红葫芦 阿赫萨萨玛哈叶神奇迪红 在根本传承上师的加持 师尊就是牧童 就是牧羊人 在牧着我们 在给我们很多的资养 我们是小小羊儿要回家 还是小小牛儿要回家 我们谢谢师尊 给我们写书 开示加持 种种的恩德 愿师尊您常驻世间 长转法轮无助涅槃 菩提安康 一切圆满吉祥 度众的事业 一切圆满吉祥 下一篇 本来我是把它想要跳过去 后来我发现 如果这篇不讲的话 你们可能不知道真相 尤其是那个禅宗的书 禅宗的公案 一支蚯蚓把它切成两半 佛性在哪一边 这个是公案 有谁能够讲出正确的答案呢 我后来我发现 这篇不讲的话 真的是很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长知识了 所以你看看那个禅师讲 玉玉黄花 无非薄瑞 对不对 这个很茂密的花 菊花 都是智慧 那那个清晰法流 这个清晰是广长蛇 你看到禅宗的祖师 讲这个 讲大自然 怎么跟佛性也有关系呢 到底佛性是什么 所以这篇文章 师尊直接讲 什么东西也有佛性 谈佛性 那这个是师尊证悟的境界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说呢 这个佛性是周片的 就是什么地方没有佛性 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现在听我跟大家报告 师尊所开始的 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这篇文章真的是 我看没有人能够把这个 讲得这么 像师尊这么清楚 你看了之后 你再去看师尊 早期的那些禅宗公案的 你就会发觉 当中的滋味在哪里了 佛性是周片的 就是无所不在 连植物 植物有没有佛性 石头有没有佛性 坚硬的物质里面都有 哇 这个是真相大白 有个妈妈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大儿子叫大白 二儿子叫小白 小白真相大白 终于了解了 你们听过的 师尊像植物 动物 植物 动物 植物都有 何况是动物 还有石头 里面都有佛性 那个是他们 他们是属于佛性的变化 像那个 举例来讲 天上有云 对不对 有下雨 或者有水蒸气 有结冰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水 对不对 以水 水 水就可以变化成这么多 何况是这些万事万物 都是佛性的变化 你只能用水这个原理来去看 所以佛性是周片的 就是连植物跟坚硬的物质里面 都有 以前也有这样子的公案的 然后 这个就是刚刚介绍的 这个蚯蚓 这个蚯蚓把它切了 哇 它在爬 把它切了 听说这个蚯蚓把它切了之后 它还可以活 佛性在哪一边 结果呢 佛性不是在这边 也不是在那边 是佛性本来就是圆满的 就是周片的 这一边是比较深的 所以呢 佛性是属于周片的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个师尊讲树 对不对 一棵树 你把它砍了 砍了之后呢 师尊讲植物也有佛性 树砍了 然后呢 做成桌子 或者是 这个里面有什么 垫子 直子 宗子 哇 师尊讲到了 这个物质里面 含的这些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这些电流 垫子 直子 宗子 都还在动 所以呢 它并没有分解掉 并没有停止 哇 所以按照佛法里面讲 沙婆世界 一切自然 一切的现象 虽然是虚幻的 但幻化出来 全部都是如来的一种变化 你看我念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棒啊 你从来没听过的 对不对 哇 佛性呢 在树里面有没有 有 在石头里面 有没有 有 在任何一个坚硬的物质里面 都包含着 哇 那 那师尊讲到这样子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虚幻 对不对 对 释迦牟尼佛呢 曾经为这个世界 在思考 狐狸树下这样子思考 生命的开始 一直到生老病死 所以佛性呢 不是只有 哇 我们这个万物之灵 然后去开悟正悟的 才有佛性 就算你没有开悟 你还是有佛性 因为你本身 就是在佛性的一部分 动物植物 什么 任何东西都有的 的植物也有 好 那我师尊 后面还要接着解释 这个呢 我觉得是蛮劲爆的新闻 所以赶快跟大家报告 哇 众生都有佛性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开悟他讲的话 众生都有佛性 原来这个众生 不是指人类 以前我们都以为说 哇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 你以为众生 只有人类吗 其实不只是人类 包含六道众生 不单是人 并没有完全只是人 所有的众生 一切生存的东西 所有的现象 一切的东西都有 哇 那这个手机也有佛性 还有电磁波 电脑也有佛性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再看 现在有人提倡八道轮回 六道轮回 对不对 地狱恶鬼畜生 人道 天道 阿修罗 还有植物 植物 还有矿物 加起来就八道轮回了 哇 这个 所以在研究 师尊讲说 他发掘 植物 跟矿物 他能够聚合 在一起 同样的东西 能够聚合在一起 一定有 他的生命元素 我们知道 植物会动 有人去买 这个 寒修草 对不对 结果他说 老板 那个寒修草 不会动 他说 这一颗是比较不要脸的 其实你觉得植物不会动吗 你用那个快速的摄影机 植物呢 从泥土 对不对 一个种子慢慢长出来 它只动得比较慢而已 对不对 它用快速的摄影机 对不对 花也会开花 也会凋谢 植物也会从泥土 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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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会有这个能量呢 所以那个还是会有佛性的 所以当然科学家还不能够证明 矿物里面到底有没有生命 但是我这样子的一种绝兽 这是师孙印证的 他说我是这样子的一种绝兽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水晶 这水晶当然不是原来的水晶做的 不是天然的水晶 假如是天然的水晶 它本身它有磁场 水晶有磁场 你去看人家在卖场卖的紫色的水晶 叫紫金洞 如果你有灵觉的一摸 有电流 你靠近它 你的手也会有电流 有这个微微的电流在振动的 所以水晶里面有一种磁场 一种力量会产生出来 甚至于磁 你带着这个宝磁 它说它本身来讲也是一种能量 水晶有一种能量 磁也是有一种能量 假如它本身没有生命的元素 从哪里出来这一个能量呢 它没有生命的话 水晶产生的这种力量 跟欲所产生的这种力量 它的磁场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从这里来看 有的力量很大 有的力量很小 那么有些佛性比较浓 有的佛性就是比较淡 那只能这样子讲了 这样明白吗 还是有能量 全部都是如来的变化了 看到了京城的蓝助教 你好 那有些人很快就可以证悟佛性 有些人的福明比较重 不相信因果轮回 不相信当下享受 当下执着比较好 有些人呢 它就是这个无名比较重 贪嗔痴比较重 比较固执 以后它就转世成石头 就转世成植物了 所以这些石头植物 你看它是怎么转世的 最无名 最愚痴的 就是只相信自己 不管别人的 然后呢 它便就是相信自己的 很固执的东西 那不进一步去探索宇宙的真理 是相信眼前所看的 很固执的 它很愚痴的 变成植物 变成石头 那么最高的 最有能量的 就应该变成佛了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是 最有能量的 对不对 懂得修行 哇 大石头有生命 也会慢慢长大 所以最有能量的 就能够融合成佛 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诗尊讲 这世界上的现象 实在很难解释 很难去看明白 我看科学家都没有 像诗尊讲的 这么定论 那么的强 原来它有磁场 还是里面有 如果它没有生命力的话 为什么会有磁场 所以我们的人的智慧 毕竟不能够通天彻地的 但是在迹象 古代的禅师 还有佛陀所证悟的 里面讲植物也有佛性 蚯蚓两边都有佛性 甚至现代人讲 矿物里面也有佛性 所以诗尊讲 他希望大家多多去体会 大自然 那么六道众生 甚至八道众生 皆能够释放出 他们本身的智慧跟光明了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禅师讲 玉玉黄花无灰薄锐 西生就是广长蛇 像这个流水很长的西 是如来的舌头一样 做的一切都是 如来佛性的 变化而已 对不对 就是这篇文章 那我们就是 以师尊的开示为主了 希望大家也来看 师尊的 这个《波佛之歌》第二册 再仔细看 相信你会有不同的感觉了 这篇谈佛性 是不是很重要呢 对不对 很棒 以前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以前我也是以为说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那么辛苦 在做啊 做啊 做啊 在做什么 然后呢 他开悟开悟什么 众生皆有佛性 我以为是所有的人类皆有佛性 大石头又神秘会慢慢长大 薛丽丽 今天这个怎么拉不过来 用手按比较快 干风力的心得 万物也有灵性 所以深宫说法 完食点头的也点够 对不对 对啊 谢谢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就MDL 那南出教 还有Yoh Lai Joe Moyni Hochefri Tan Richard Chin 什么世界都是如来 如来的变化 有生命元素的 就是佛性的部分 比如植物矿物 六道 甘露海 讲六道众生 这个佛性无名业障 好 屈悦英 那个回答的 这个金头脑的问题 对不对 好 谢谢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答案了 对不对 这就很棒啊 好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 一起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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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我刚刚看到谁 那个 李正国 对不对 拿下来哦 李正国 讲 宇宙一切有形 都是 都是围尘 园 园聚而生 每个围尘都是 地水火风空的属性 也就是佛性的演化 阿弥陀佛 谢谢你的留言了 师尊呢 先介绍两篇文章 呼登下的告白 那师尊讲 他喜欢当木童 因为呢 他其实呢 一直在引导我们 他是这个牧羊式的 众生先成佛 他在成佛的 他喜欢当木童 因为木童 不照做 自然充满着快乐 非常的简单自然的 好 佛佛之歌讲到 谈佛性 对不对 原来佛性呢 不是只有说 我们众生 这个人类才有佛性 六道众生 还有植物 矿物都有 都是佛性的变化了 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 谢谢师哥 谢谢 以后呢 你们再去看 师尊的禅宗公案 你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禅师 喜欢看大自然 喜欢看山 看树 看鸟 看水 他能看到 眼界所看到的 全部都是佛性的变化 禅师是融入在佛性的 所以呢 你其实天天都跟佛性在一起 对不对 你明白的这个呢 你在念咒 念上师心咒 你就融入在佛性里面 所有都是在 大白莲花同时的光明之海里面 对不对 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 全部都是佛性 光明翩翩 对不对 祝大家修行有成 谢谢师尊 给师尊救命 欢迎大家可以看念咒经瑜伽的重播 礼拜六呢 会为大家这个直播 大水手佛母的新咒哦 礼拜六也是晚上九点三十分 那这段时间欢迎大家来看重播 在影片的下方可以按订阅 我们的脸书呢 那个讯息的旁边 按进去有个追踪 都会成为我们的会员哦 好 我们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拜拜 拜拜 by bwd6